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今天就讓圖文部服務用 7 分鐘的時間 和大家一起來聊聊 為什麼我們應該去公投吧! 你知道嗎? 今年年底除了市長、立委、議員 各種大亂鬥的九合一選舉之外 還有可能出現很多的公投案要一併投票 那公投跟我們一般的投票有什麼不一樣呢? 平常選市長、立委 這些民意代表出來做事的方法叫做代議民主 但有時候有些人會認為他們做得不夠好或不夠快 於是就會轉而利用公民投票 來號召人民直接表決是否同意一件事 例如台灣證明、爭取勞權、婚姻平權、反空污、反核食等等 都是今年公投的提案議題 而這樣的做法就叫做直接民主 大家應該都聽過 2006 年英國的脫歐公投吧? 英國政府透過公民投票的方式 把決定是否脫離歐盟這個重大決策的決定權 交付於人民手上 而最後的公投結果就是要脫歐 這個結果出爐之後 英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 都馬上發生了一波不小的動盪 雖然脫歐的結果不會馬上實現 但是這個結果已經代表了英國對去留歐盟的傾向 也使得世界各國立即做出相關的連鎖反應 包含英鎊的下跌、國家平等下降等等 國內也因為這個結果出現了不同地區的政治變動 甚至還帶來了與種族相關的小型恐怖攻擊 沒想到在越來越多看似嚴重的事件發生之後 許多英國公民、包含有去投票的人在內 才開始研究起脫歐到底會怎麼樣 甚至有超多人在Google發問 英國真的脫歐了嗎? 大家就才發現 原來很多人其實根本就搞不清楚 脫歐議題雙方立場與後果 也不清楚公投後會帶來的嚴重性 甚至有人事後才反悔說 自己不應該在那時候投下同意脫歐的票 然而公投所代表的是整個國家的意願 也是具有一定的強制力的 那公投結果出爐之後 英國政府在2017年開始啟動脫歐程序 並且在今年6月簽署了脫離高歐盟法案 也確定會在2019年的3月29日退出歐盟 公投的結果會影響到的 不只是整體國家政策與政黨的法律 更會影響不同立場、人民的勢力 同時也是一個短期內不可逆的結果 也許英國遭遇的是因為重大改變帶來的暫時動盪 不一定代表脫歐不好 但那些事後反悔的人也提醒著人們 應該要對公投的效力、內容跟後果更有所認識 因為只要公投一通過 決定做下去後就回不去了 根據台灣的公投法 人民有對於法律或政策等公共議題 創制與複決的權利 也就是說 人民可以提議新增某個法案 或是針對已經存在的政策表達支持和反對 而如果公投結果通過 那麼政府和立法院就一定要在期限內 根據提案去修改或執行 並且至少要維持兩年不能變動這個結果 然而台灣雖然舉辦過六次的公投 卻從來都沒有通過過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包含提案、連署、投票 這三個階段所需要的人數門檻都實在太高了 而為了不讓公投變成人民 無法用來實踐直接民主的工具 立法院在去年年底 就通過了公投法案的修正法案 降低了剛剛所說到的三個門檻 提案通過人數從九萬人降低到一千八百人 連署人數從九十三萬降低到二十八萬人 而通過門檻也刪掉了 總票數要佔全台灣所有投票人成一半的規定 這個過半數人投票的門檻 正是台灣過往六次公投都失敗的原因 這樣大幅度的調降之後 台灣的公投提案開始如雨後春水般出現 人們感受到連署通過 甚至是公投通過的可能與希望 因此各自非常積極地提出自己的主張與所關心的議題 截至目前為止 已經確定通過連署會在年底投票的 有關於反核實、反空汙、反神奧電廠的民生議題 而運動相關的有東奧正名 還有與同志相關的愛家公投與平權公投 這些提案的出現 其中一方面表示 民間其實有一定的號召力 來要求政府正視大家真正在乎的議題 那一方面也藉此讓更多人熟悉 公投這個過去很少被執行的權利 不論結果如何 我們都覺得算是公民參與上更好、更進步的發展 那麼現在我們就以愛家公投為例 來說說 根據剛剛前面提到的效率 如果年底公投通過了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呢? 愛家公投被支持婚姻平權的人們稱之為反同公投 因為它的提案內容是 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規定 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 是否同意以民法以外的規定 保障同性別二人建立婚姻關係 以及是否同意 不應該在國中小性別平等教育的時候 教導通知相關課程 針對婚姻平權議題 去年五月中大法官釋憲的時候表示 民法規定婚姻限定一男一女是違憲的 所以應該要在兩年內修正民法 或者是另外立法來保障同性婚姻的權利 所以說如何實施婚姻平權 其實有兩種做法 而愛家公投如果通過的話 就非常有可能會讓立專法變成主要的選項 而行政院院會在三個月內 依照結果來提出法案 立法院最晚要在2019年底審議完成這個方案 而根據共同結果訂出的決議 至少要維持兩年不能變動 那就像我們剛剛講到的英國託案例一樣 這會是一個短時間內不可逆的結果 對同志族群來說 所謂的婚姻平權 就是希望能以法律作為後盾 讓人們知道 不論是什麼樣的性別的婚姻組合 都應該被尊重 而且也沒有高低之分 而這只有直接修改民法 讓所有人都適用一樣的法律才能做到 同時我們也聽過不少在學生時期 因為性相或是性別與眾不同 而受到欺負的故事 這些欺負的背後 很多時候都來自於對對方的不了解和誤會 如果性別教育刻意隔離了某些觀念 那麼就很可能讓這些故事更常發生 而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當然更希望社會上每個人都能被了解 同時也有不同管道去了解別人 這樣的想法能不能成真 年底的公投正好是一個讓大家表達意見的好時機 公投的門檻降低之後 讓人民的意見有更大的機會 整整被落實 也正因為如此 如果大部分的人 再像以前一樣待在家裡不出門投票的話 未來很有可能就會被別人直接給決定 那我們知道 志祺七七有一部分的觀眾是高動生 這裡有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公投在修法之後 只要年滿18歲就可以投票了 如果剛剛講到的提案中有你在乎的議題 那麼我們非常鼓勵大家在年底的時候就出門去投個票吧 不要小看著自己的聲音 也許今年年底 台灣就會出現第一個通過的公投法案了 那最後 如果你也覺得公投好像真的非常重要 歡迎留下你的想法並分享出去給更多人知道 此外也別忘記點擊下方的紅色按鈕 還有小鈴鐺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想在每週七天 每天七點用七分鐘的時間 跟大家一起來聊聊各式各樣有趣的生活議題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比